Hello,大家好,我是野猫 今天我们要来玩一款台湾的原创BL游戏 Like an Angel 下颗铃声终于响了 慕凡松了一口气 由于已经中午,腹中的饥饿感也随之涌现 学长,我带你去学生餐厅吃饭好吗? 我看你昨天中午坐在户外的椅子上吃饭团 是不是还不熟悉这里的环境啊? 是啊,光是记住课程的时间跟教室位置,就让我静疲力尽 还没有机会到处走走啊 你下午还有课吗? 没了,我今天只有修上午的课 我也是,下午带你逛逛校园,认识一下 好吗? 两人一边交谈一边前往学生餐厅 陈清旋趁机会告诉他不少关于这座大学的事情 例如,哪些课程的老师比较会刁难学生呢? 哪些老师会对学生比较亲切? 哪些课程非常不可?哪位老师能避则避?等等完全不隐私? 木凡甚至认真做起了笔记 到了学生餐厅之后,陈清旋带着他往最幽近,视野最好的位置坐下 学长,记者刚刚我说的那几样餐点都要避开 是学校公认的大地雷哦 好,我会注意的 木凡盯着餐盘上的食物 里面有浓厚茄汁与起司的面条配上培根肉片 不禁吞吞口水 陈清旋没错过他这副被美食吸引的残样 居然有一声捐看的入迷了 我们快吃吧,我好饿哦 好,快吃快吃 陈清旋很快回过神来 期间却忍不住偷看木凡进食的样子 明明看来身材单薄的人食量意外的大 满嘴食物而鼓起的脸颊的样子 让陈清旋感到可爱 这个套餐真的好好吃哦 以后照着你推荐的一定没错 学长客气了啦 这样不是最好吃的 我有认识的四方料理 比这个美味好几倍哦 真的哦 木凡露出对美食闪闪发光的眼神 让陈清旋感到心动 涌起想看更多的念头 下回我带你来尝尝看吧 我还知道校内有个独家秘境 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色哦 不如我们早一天带便当去那边吃午餐吧 好不好 那个地方 我只让学长知道哦 呃 要怎么选呢 很不错的样子 一起吃吧 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吃 如果是我的话 啊 我会问自己 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吃呢 怪了 我还没施展魔力啊 怎么这个人会主动靠近我呢 我看你跟其他同学都不错啊 跟我一起吃不觉得无聊吗 因为看学长老是一个人的 好像挺孤单的 虽然不晓得 为何这个人这么积极的靠近我 但是既然他是目标之一 就不能忽视了 而且 如果拒绝他的话 好像挺私利的 姑且应付他一下吧 哦 好像很有趣 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到时候你就知道啦 而且还要带好吃的食物来给你吃 别老是坐在户外啃饭团啦 都委屈啊 都被你撞戒了 真丢脸 不会啊 我只是担心 学长老是只吃饭团 怎么够填饱肚子呢 就这么说定咯 别顾虑聊天 我们快吃吧 莫凡在海的吹竹下 迅速的吃掉了大班的餐点 期间多看了澄清玄机 看对方进食的样子 明亮的双眼 不禁想像着 能取得精气是又是什么样的 果然是魅魔 丝毫不知道 木凡心思的陈清玄 抬头恰好与他似乎相接 并露出笑容 欸不过说真的 因为我没有读大学的关系啦 所以我没有看过任何大学的那种试堂 都好像 有读过大学的人 他们的食堂会好像这样的样子嘛 抛血 乌凡直接伸手用右手拇指抹去对方嘴角上的红色茄子 这个举动让陈清玄不尽呆住 啊 抱歉 是习惯动作 你的嘴角沾到了食物 忍不住想帮你擦掉 没关系啦 我不介意的 赶快吃吧 好 木凡看着陈清玄短短鸡马的代谢 不禁低头偷偷勾起的效益 很好 看来上钩了 得再加把劲了 真期待品尝到你的精气啊 一定很美味 他刚刚可以不要把心里的事情讲出来吗 呵呵呵呵 因为 等到他讲出来之后 我会让他 我会觉得他 刚刚那个举动是为了 某些 我是知道他是为了精气啦 但是 他讲出来之后 感觉好像破坏了 他原有的形象一样 呃我们前战时好像是够的 但我们读书 读书吧 然后晚上也是读书 诶 入月后 没了日光之后 气温又更低了 趴冷的木凡 只是想快点进入避难 最好再弄个热茶 洗个热水澡 诶 奇怪 家门就在眼前 但是关键的钥匙 木凡早便全身上下就是摸不到 不会掉了吧 木凡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翻了过来 就是不见钥匙的踪影 为此想联系房东 对方却一直没接电话 对于人家知识依然不足的他 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无助的蹲坐在家门前不知所措 怎么办 把门撞破吗 但是这样的话一定得赔钱的 现在又没有这么多钱啊 如果用魔力开门 不行不行 我的能力只能把门扎开而已 木凡想了各种办法 全都不妥 最终决定放弃 做好在外头顾业的决心了 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冷死啊 这样真的太糟糕了 哦 你是 前几天搬来的邻居啊 哦来了 郭凡抬起头 看到一名外貌推估约二七二八的男性 戴着粗犷眼镜 眼神温柔 浑身散发着亲切又随和的气息 对方的打扮就是他所认知 在人界称之为上班族的成年人 这个人跟目前遇到的人都不太一样哦 虽然戴着眼镜 但是眼镜很好看 那人想一直盯着看 好神奇哦 你有听见我的声音吗 还是太冷了 被冻傻了 啊 你好 既然因为对方好看 盯到忘我 真是丢脸 怎么坐在这里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的大门钥匙弄丢了 想跟房东拿备用钥匙 我帮你联系熟悉的所将 啊 啊 真的太感谢你了 呃 请问怎么称呼 我叫 秋雨泉 你呢 我叫木凡 木凡朝他头以感激的微笑 没料对方 弯身靠近 两人一下子只剩三公分的距离 木凡你好 往后应该有不少机会往来 请多多指教 请 请多多指教 木凡不禁后退了一步 不晓得是不是他的错觉 呃 秋雨泉虽然看起来温和又客气 但是刚才他的眼神 却好像将他看得透彻 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侵略感 快进屋吧 越晚会越冷哦 秋雨泉开门 并点亮了屋内的电灯 转身邀请木凡进屋 那样高大的身影 让木凡感到非常感兴趣 并偷偷的将这个人 纳入了猎物的名单之中 你先坐着 我去帮你倒杯茶 顺便联系一下所讲 好的 麻烦你了 等一下 不是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是说 今晚先住一下吧 明天我再帮你找所讲 这样的故事吗 现在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点还有所讲吗 木凡坐在沙发上 仔细观察了四周 虽然屋内格局与他相同 但是摆设的风格截然不同 哎哎哎哎 秋雨泉的住处散发着成年男性特有的气息 相当整齐干净 看得出这个人的生活严谨 香蕉直下 木凡的住处就乱得很了 这点让他深感愧疚 哈哈哈哈哈哈 来喝杯热茶吧 刚刚在外面吹风 一定冻坏了吧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被秋雨泉放在桌上 冷得发抖的木凡 立刻将杯子紧握手里 他的手指也冰冷无比 一摸到温热的茶杯后 这才有重新活过来的感觉 我帮你联系好所讲了 不过他正在处理别的委托 到这里还需要一点时间 你就在我家等到他来为止吧 他到了会来找我们的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幸好有你帮忙 不然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才好 刚来这里一定有很多事情不熟吧 要重新学对吧 是啊 我还在适应呢 呃 刚刚那句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看一下 你太客气了 刚来这里一定有很多事情不熟 要重新学对吧 为什么啊 是用要重新学对吧 好怪哦 该不会他也是魅魔之一吧 还是什么呢 那种什么后面的 剧情 也难怪 毕竟跟以前的环境完全不同 光是适应就特别吃力了吧 啊 怎么现在感觉起来好像很正常 啊 是啊 啊 沐凡望着秋雨泉 总觉得奇怪 但是一时又说不上来 但是一时又说不上来 明明是个很温柔的人 为什么态度有一股不容侵犯的强悍感 霸道总裁 你在附近的大学念书吗 是的 你怎么会知道 有新房客搬进来 房东都会告知我们 我只是趁机会打听了一下你的事情而已 啊 你是从事什么事业呢 是上班族吗 是啊 很普通又老是被公司压榨的苦命上班族 跟你这样自在快乐的大学生不一样呢 真是辛苦了 你还要喝茶吗 秋雨泉看到他杯子里的茶水已经见底 准备伸手去拿走茶杯 好的 谢谢你 你到现在身体还是好冰的样子 感觉是怕冷而体质 秋雨泉取走杯子时摸了他的手指一把 这个举动让木凡感到疑惑 他看着去厨房倒水的身影 思考几秒后 认为自己想太多 决定不再深究了 是啊 好了 在您出现之前 我以为我会冻死了 木凡想起刚才的经历 还是忍不住拉紧了围巾 试图让自己埋进里头抵制寒意 以前 以前 我有遇过几个像你这样的人 都特别怕冷 都是很年轻的孩子 还有 还有什么 秋雨泉 秋雨泉露骨的打亮着目光 让木凡心里的不舒坦越来越强烈 一方愿用因为对方 温柔的语气 亲切的笑容 让自己怀疑搞不好 是因为冻僵脑袋所产生的错觉 也说不定 因为 借心而论 秋雨泉也适合当他的猎物 都像你这样 特别好看 又带着一点天真的孩子 好像在非常好的环境里长大的样子 被伪善的照顾 因此面对这些人之常情 都像小婴儿一样守足无措 原来有这么多人与我相似的吗? 是啊 而且总是突然又出现 突然又消失的 但 世上的人口这么多 台北又是个生活步调极快的大都市 人们来来去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大概是因为那些人跟你一样 都是些让人想多看一眼的孩子 才让我印象深刻 邱雨泉先生一直说我的外表好看 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呢 不用害羞 我是真的这么认为的 你让我感觉到打从心底 到外表都是很漂亮 善良的孩子 能与你当邻居是我的荣幸 往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我晚上都会在家 而且我也知道你是魅魔的样子 真的太感谢你了 让我刚 换新环境的不安全一扫而空了 别客气 我也很开心能遇到 合得来的邻居 希望别像过去的经验 好不容易变熟了 突然又消失不见 我挺难过的 慕凡沉默地望着她无法回话 因为那双温柔眼神下 闪过一丝寂寞的情绪 令她感到心虚 我说的太过了吗 好像让你感到压力 抱歉 不 不会的 请邱雨泉先生不要介意 你真贴心啊 往后我们会好好相处吧 邱雨泉主动握住木凡的手示好 却在触碰到那样冰冷的指尖时 有几秒渗入了沉湿 怎么了吗 没事 我只是觉得你的手还是好冰哦 我再帮你弄杯热茶吧 好 谢谢你 木凡虽然有几秒感到古怪 但是看着对方温柔对待他的样子 很快的将一律抛制脑后 大概是因为刚才吹风太久了 冷的脑子在胡思乱想了吧 他绝对知道 我猜测啦 应该是认识他哥哥的 可能啊 我是觉得 我是这样觉得 木凡 木凡 醒醒 哦 木凡清醒后 因为不同以往的气息和温度 让他一时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 直到他看清秋雨泉的脸 才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 索将 我的大门钥匙 你后来睡着了 不过索将昨天并没有来 他有打电话给来告知 紧急的委托太多了 预计要深夜才能帮你开门 我看你睡得很熟 不忍心叫醒 所以帮你上次与索将约好今晚七点左右来开锁 到时候你一样先到我家等 好吗 啊 后来发生了这件事情吗 还麻烦秋雨泉先生帮我上后 真抱歉 不要紧啦 只是在这里只有一间卧室 让你睡沙发 才赶到失礼呢 经过秋雨泉提醒 木凡才注意到手上抓着一条棉被 在自己完全失去意识的时候 被对方这么亲切的照顾 正对这个男人产生 源源不绝的好感 谢谢你留我一晚 不然我现在都不知道 在哪里过夜了 你真的太客气了 别一直跟我说谢谢嘛 我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不是说好要好好相处吗 啊 是 我弄了一些早餐 要一起吃吗 你喝咖啡吗 我不太敢喝 有一点苦的东西 好 那我帮你热一杯热牛奶吧 先去浴室刷牙洗脸 新的牙刷和毛巾放在架子上自己取用哦 木凡反怀感激的心情迎接着这个温暖的早晨 除了有温热的早餐可以吃之外 还有被秋雨泉贴心照顾着 让他一扫几日与对人界不适应的寂寞与苦涩 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遇上你这样的人真的太幸福了 我连自己都要搞定所有生活的琐事都花了好多时间 更别说弄一顿好吃的早餐了 这么可怜吗 以后你想吃的话 随时跟我说 我会多准备一份给你的 他吃着抹上奶油的烤吐司时 满足的样子 让秋雨泉忍不住伸手摸摸他的头 谢谢你 有你这样的邻居 我感动到快要哭出来了 果然是 心下凡的魅魔啊 这没什么 你慢慢吃 木凡心怀感激的吃着早餐 但是也很难忽视 对方迟迟没有动桌上的餐点的举动 秋雨泉先是在橱柜前 抓出好几罐各色药品 往手里倒出药片并仔细的输着 木凡推测起 有四五种颜色的药片 被对方吞进了肚子里 你生病了吗 你吃的那些像是药的东西是什么啊 木凡实在太好奇了 因为秋雨泉看起来只是没精神点 但是整个人看来身体并不差 这些是维他命啦 当个苦命的上班族 免不了要吃一些保健食品 否则每天都忙于工作 身体会吃不消的 这些你大概还不能体会到吧 啊 真的很辛苦的样子 所以靠这些勉强可以让自己身体舒服点 你刚刚不是说早上有课吗 对啊 一大早就有两堂课 等一下我送你去学校吧 我上班会经过那段路 秋雨泉先生 你人好好哦 木凡两手握着餐具 眼神真诚的望着秋雨泉 让对方不近嘴角失手 秋雨泉握着嘴 尽量让自己别笑得太失控 反复深呼吸几次后平复下来 你快吃吧 我也得赶紧出门免得迟到了 木凡那双仿佛烈汪汪的可爱眼神 好似还有狗尾巴在身后摇完摇 实在太像讨抱抱的小狗狗了 让秋雨泉一直忍不住笑出声 你真可爱 真想让你一直待在我身边 哦 但是等一下你得上班 我得上课 木凡被他认真的眼神吓着了 一瞬间以为秋雨泉真的想这么做 什么鬼啊 我知道 我是开玩笑的 吃完早餐后的两人 迅速整理好之后一同出门 幸好有秋雨泉的接送 可以免去搭捷运的麻烦 木凡心怀感激地享受这趟二十多分钟的路程 两人透过聊天拉近了不少关系 原来街上的风景是这样的 是平常走的路上的感觉完全不同 昨天晚上有下雨了 地面算滑滑的 而且好像更冷了 是啊 你等一下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哦 别滑倒了 秋雨泉才刚说完 木凡列格看到 人行道上有人打滑跌倒 什么鬼 也注意到每个人都穿着厚重的冬衣 配上阴暗的天空 让他感觉到体温又下降了好几度 台北好冷啊 跟我老家完全不同 温暖又气候宜人 不像这里冷得 入骨真难受 你老家在哪啊 现在台湾各地已经好几年都是降了低温咯 原来寒代的国家 甚至比以前还要冷上好几倍啊 居然还有温暖气候的地方 啊 这个是因为 木凡顿时慌了手脚 他忘了从小生长的 魔族与人界不同 气候也不同 与秋雨泉一时聊得忘我 一个不小心就说溜嘴了 现在更因为混乱而知武其词 因为我特别怕冷啦 所以只要比老家温度低一点点的地方 我都不太舒适 事实上 老家其实蛮冷的 大概是因为有双亲的照顾关系 保暖做得很好 所以比较温暖 木凡的音量越来越小 这个理由连他自己都无法说服 更别说秋雨泉会相信了 正当他低头想努力 挤出更合理的解释时 却被秋雨泉亲身打断 是这样啊 不过台北多年以前 也是个很温暖的 那时候还有夏天 哪像现在 夏天都成了传说中的词 再也没有人记得 那个站在大太阳底下 黄流汗的感觉了 我很怀念那时候的一切 是啊 木凡见对方没有追问 才松了口气 继续与对方闲话加长 聊到了彼此的私事 木凡也记得要掩盖魔族的部分 避免秋雨泉起疑 秋雨泉是个很健谈的人 声音温和又好听 让他有点着迷 我刚自己脱离家里 学着自己生活感到很吃力 原来一个人生活这么辛苦 一开始的确会这样 慢慢来总会习惯的 或者你也可以找我帮忙哦 哦 好啊 我能体会每一件事情都要自己来的辛苦 有时候还会感到寂寞 这时有个人在身边帮忙 一切都会不一样的 我看你总让我想到刚出来工作的自己 一个人要努力寻找各种方式活下去 真的非常辛苦 秋雨泉望着前方的交通号制 木凡并未注意到他那么若有所思的眼神 只晓得对方与他太多共鸣 不知不觉已经产生浓厚的依赖感 要是能像今天这样 跟你一起出门上学该有多好啊 可以啊 只要你早上有课 时间允许的话我就送你上学 反正顺路 哦 真的可以 为什么不行 木凡又对他露出感激的水汪汪眼神 秋雨泉趁着红灯 转头露出浅浅的笑意回应 并伸手摸摸摸 木凡那张白皙暖嫩的眼孔一下 柔软的掌温一下子就勾走木凡的心思 并想着这个人绝对要列入猎物的目标 带着这样的决心的他 脸颊红扑扑的看着对方 双手握拳一脸胜重 秋雨泉哥哥 我能把你当作哥哥吗 当然可以啊 能夺一个弟弟我求之不得呢 太好了 感觉麻烦到你很多事情 可是又觉得有你帮忙真好 我才要谢谢你呢 一直以来我有太长的时间独自生活 能有个伴就不会寂寞了 这话中有另外的意思呢 秋雨泉看着目的地即将抵达 感叹这趟路太短了 他还想跟对方多聊聊 瞥见木凡兴奋的眼神 秋雨泉同样微笑一应 只是目光里多了几分生存 怎么了 还有什么事情吗 木凡对于他几秒的停顿感到好奇 然而很快的又被 秋雨泉笑着挥手打废掉了 打发掉了 打废掉 没事 我只是在想等一下上班开会的事情 你快去吧 免得迟到了 好啊 下次有机会再聊 木凡虽然觉得对方偶尔盯着他 神师的样子有点奇怪 但也可能真的是自己想太多了 因为对方的好 掩盖掉木凡那些小小的疑虑 因此也就不太在意这些事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